异形女王正在蠕动着自己的身体 产下一颗又一颗的异形卵 她从头盔中伸出自己的头骨来 张开血盆大宝 随时要对雷普利发起进攻 雷普利看着眼前这只庞然大物 知道自己这次遇到异形的大豹 异形女王身姿庞大 上半身更是比普通异形巨大 四周弥漫着异形的包围 雷普利依然启动弯弯器 威胁着这些暴脸重卵 意想不到的是 女王竟然理解了她的意图 立刻让身边的异形后退 但留着这些异形卵 对于人类的威胁实在太大 后撤到安全距离时 她用喷火枪对着暴脸重卵开始猛喷 并用炮弹炸穿了女王的此弹 让她无法再孵化异形 随即雷普利立刻带着纽特逃离 被惹急的女王直接扯断了下半身 开始展开对主角们的追杀 这便是异形二中的名场面 如果说上一部中仅有一只异形 就将雷普利的船员们屠杀殆尽 给观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感的话 那么在第二部中 第二部异形的导演也由老雷 换成了鄙视钢音指导终结者 而变成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科幻片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如今的观众对于她的熟知 想必大多数都是从泰坦尼克号 和阿凡达才认识的 而现在的她则是实实在在的 影史票房制造者 全球电影排行榜中 也只有巅峰时期的漫威才能独占亚军 前五的席位则被卡梅隆独揽了三个 足以证明卡梅隆在商业片领域的成就 有多么让人叹为观止 同样当年一行二的票房 也是达到了成本的十倍之多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詹姆斯·卡梅隆的异形世界 雷普利在第一部电影中成功完成任务后 进入了休眠舱 准备返回地球 然而由于太空缩偏离了航道 他在太空中漂泊了整整57年 直到太空救援队将他救回地球 尽管雷普利醒来后有些虚弱 但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不久之后一位名叫巴特的男人 受公司派遣来探望他 当雷普利得知自己已经沉睡了57年后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情绪失控 甚至在夜晚做了个 关于异形寄生的噩梦 第二天他准备参加 飞船爆炸事件的听证会前 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去世 这对刚刚成为母亲的他来说是一大遗憾 在听证会上 雷普利详细讲述了飞船爆炸的经过 然而公司却否认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并宣称在那颗星球上 也没有发现任何生命存在 他们认为雷普利编造这样的谎言 只是为了逃避责任 于是公司直接吊销了他的飞船驾驶执照 让他只能去码头工作搬火 雷普利也从主席的口中得知 事实上 公司之所以相信这颗星球上没有其他生物 是因为他们在20年前开始改造这个星球 将其大气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类呼吸的状态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外星殖民地 有六七十户人家在这里定居 并仍在不断探索 好巧不巧 雷普利刚苏醒没多久 一家殖民者就发现了一艘飞船 正是第一步中那艘装有异形的飞船 夫妻俩穿上太空服进入飞船 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女儿纽特为他们担心不已 突然妻子慌张地打开车门 发出求救信号 而他丈夫的脸上正盘踞着一只爆脸虫 很快整个殖民基地就与公司失去了联系 公司也终于意识到雷普利说的是事实 于是巴特与高曼中尉前来找到雷普利 邀请他成为顾问 并一起前往那颗星球了解情况 然而雷普利经历了那一场可怕的噩梦后 才勉强逃出那个地狱般的地方 自然不愿再回去 即使巴特已恢复他的飞行执照作为回报 也无法打动他 然而 那个夜晚 雷普利再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消灭一行 他将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之中 巴特也向他保证 公司的目标是消灭一行 而不是将其带回进行研究 于是雷普利决定再次登上前往那颗星球的飞船 一同前往的还有个战斗小队 以及每艘飞船的标配 那就是生化人主教 雷普利在得知船上有个生化人后情绪激动 毕竟他和他的船员曾经受到生化人爱石的伤害 主教立即解释说 爱石是旧一代的生化人 存在许多缺陷 而作为最新一代生化人的他绝对不会伤害人类 即使这样说 雷普利依然无法对他放下戒心 进行任务前 雷普利向众人讲述了一行的诞生过程 然而这些士兵似乎对一行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凭借巨大的火力 杀死一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使得雷普利感到担忧 毕竟殖民地已经被一行入侵 估计已经孵化出了大量的一行 经过一段飞行 飞船迅速抵达了殖民基地 高曼派出先头部队进入基地探查情况 然而基地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 工作人员也不见踪影 地上留下了许多被一行强酸血液腐蚀的痕迹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迹象 他们认为一行应该已经离开 于是高曼下令全员进入基地 然而雷普利内心总是感到一丝不安 进入实验室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几个玻璃容器中装着暴脸虫的尸体 其中两只依然存活 看来公司在收到警报后 曾对这些暴脸虫进行实验 不料研究是发生了意外 最终遭到了一行的袭击 他们在随后的搜索中 没有过多的进展 不过幸运地发现了 藏在通风管道中的小女孩纽特 他的家人都被一行所杀 看着如此可怜的小女孩 雷普利的母性被唤起 将她视为自己的女儿来照顾 很快通过殖民者身上的追踪器 发现他们聚集在地下三层 在那里他们发现墙壁上 布满了类似分泌物的东西 形成了一个巢穴般的地方 快要接近信号园时 雷普利发现这个基地 就是一座核反应炉 如果开火的话 整座基地都将爆炸 高曼中卫则命令手下 使用喷火枪作为武器 当众人来到最里面时 那些殖民者被分泌物困在墙上 成为一行诞生的容器 地上堆满了爆炼虫的尸体 显然已经有很多只异形成功诞生 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女人 但老观众们都知道 她显然已经被异形击生 不可能活着 紧接着一只异形从她的胸前钻了出来 队员们立刻用喷火枪将其烧死 这也惊动了潜伏中的异形们 对士兵们发动袭击 面对只有喷火枪作为武器的士兵们 无力抵抗的局面 情况变得紧急 队员们纷纷葬送于异形手下 雷普利当机立断 驾驶穿假车去接应他们 然而当他赶到时 只有四个队员成功逃出 其中一个在断后时遭到异形的埋伏 虽然队友开枪将其击毙 但异形的血液喷溅到他身上 当场被腐蚀毙命 最终只有三人得救 雷普利认为唯一彻底消灭异形的方法 是从空中投放核弹 炸毁整个基地 巴特听到这个提议立即反对 他认为基地是公司投入巨资建造的 并且异形是有价值的生物 可以给人类造福 人类无权毁灭他们 然而逃出升天的队员们并没有理会他 他们准备登上战机并直接投放核弹 但一只异形早已潜入战机中 杀死了两个驾驶员 导致战机失控并坠毁 绝望的他们只能先躲进基地的中控室 雷普利依然沉着冷静 他找到基地平面图 确定了通往主控室的所有路线 他们只需封锁这些通道 这样一行只能通过两条走廊进入主控室 安装在走廊上的自动机枪就会识别射击 就像塔防游戏一样 警报也不出意料响起 一行大军来袭 机枪的弹药迅速消耗 为了省成本 即使看不到战斗的全貌 也能挠不到现场的惨烈 两只机枪的弹药很快耗尽 同时主教那边传来坏消息 紧急通风口发生损毁 大量有毒气体很快就会释放 他们必须尽快撤离 主教自告奋勇去修复基地控制塔的通讯系统 这样就能远程操控飞船上的战机 如果一切顺利两个小时后战机就会到达 与此同时子弹完全耗尽 一行终于撤退了 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许久没有休息的雷普利 来到纽特这里准备休息一会儿 雷普利瞇了一会儿醒来 发现装着爆脸虫的玻璃容器被打翻在地 他立刻叫醒纽特 果然他刚一起身 一只爆脸虫就扑了过来 幸好他反应迅速躲过了攻击 但大门已经被锁死无法打开 他只好冲着摄像头求救 然而显示器却被巴特关掉 雷普利随即用打火机触发了灭火警报 吸引众人前来营救 但那只爆脸虫再次扑向雷普利 他的尾巴死死缠绕住了他的脖子 而纽特的身后也出现了一只爆脸虫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希克斯破窗而入 两只爆脸虫都被他击杀 众人也揭穿了巴特的阴谋后 他企图利用寄生在雷普利尸体上的异形样本 运到地球交给公司 然而就在他们还未能解决巴特之际 电源突然被异形切断 探测器上显示大批异形正在接近 而这次他们不再选择正面进攻 而是巧妙地顺着管道逼近 一场惨烈的战斗即可爆发 但由于异形的数量实在太多 他们只能不断后撤 然而他们撤退的通道却被巴特锁住了 但巴特没多久也惨遭异形的毒手 紧接着 众人匆忙躲进通风管道 但女汉子在后方负责断后事受了重伤 无法行动 中尉立即返回营救他 最终两人被异形包围 紧紧拥抱在一起 引爆了手中的炸弹 爆炸的冲击波导致 纽特失手掉进下方的管道 幸运的是他手上戴着定位手表 雷普利和希克斯迅速找到了他 然而还未来的即将地板拆开 一只异形悄然来到他的背后 随即他与异形一同消失无踪 这是平时总能保持冷静的 雷普利首次出现崩溃的情绪 毕竟他已经把纽特当作自己的女儿 随后希克斯射杀了一只异形 但胸口却被异形的血液腐蚀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失去了战斗能力 这时由主教操控的战机终于抵达 然而雷普利并不打算就此离开 他坚信纽特仍然存活 决心将他救回来 雷普利全副武装 勇闯异形潮雪 发现纽特并非已经丧命 而是即将被爆脸虫寄生 紧急赶到的雷普利成功击败了这只爆脸虫 成功解救了纽特 然而在逃离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闯入了爆脸虫的孵化室 爆脸虫卵覆盖了整个空间 且不断增长 雷普利也第一次见到了一型女王的全貌 如开头所述 雷普利也没有恐慌 直接端了一型的老巢 带着小女孩跑了出去 就在即将爆炸的那一刻 他们成功登上了战机顺利逃脱 回到飞船上 他们都以为可以松口气时 突然间主教的身体被一型女王穿透 原来一型女王悄悄地藏在战机下 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了飞船 趁着女王搜寻小女孩下落时 雷普利进入舱门穿上了起虫战甲 这也是电影中少有的高燃时刻 雷普利与女王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雷普利打算故技重施 打开船舱门将一型女王甩出太空 但一型女王死死抓住她 将她也带了下去 当她试图再次攀爬上来时 她的脚再次被一型女王抓住 处境十分危险 雷普利别无选择 只能冒险一搏 她打开了飞船舱门 借助太空的压墙 庞大的一型女王瞬间被甩飞 而雷普利也险些掉落太空 最后她逐渐爬回船内 当舱门关闭时 这场战斗才终于结束 希克斯和主教被雷普利放入了休眠舱 而雷普利与纽特也随之进入了又一场休眠 电影的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 相比较老雷在第一部中创造的宏大一型世界观 与那种幽暗闭塞的观影感受 在卡梅隆这里 变成了她一贯的大场面视听营造 包括电影中殖民外星球的设定 对资本科技寡头那贪婪欲望的展现 都能看到日后阿凡达的影子 作为科幻商业片来说 本片毫无意外是上乘之作 整体完成度很高 和第一部一样 将雷普利描述成一个勇敢无畏 且沉着冷静的女英雄形象 本部由于添了一个小女孩角色 使得观众在如此展现力量的电影中 看到了一丝母性伟大的光辉 不得不说卡梅隆真是商业片的奇才 从卡车司机入行电影界 从编剧到做视觉特效 到终结者一的横空出世 再到杰克和罗斯于冰山下的深情永别 和阿凡达系列缔造的技术变革 如今好莱坞顶尖的大导演卡梅隆 每一次上映的电影 都会将电影技术的天花板 再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期的点赞量如果过万的话 下一期就选评论区点赞量最高的 那部电影做解说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样的卡梅隆作品 或者其他科幻片导演的作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